大家好,今天我收到了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U盘 这名网友应该是一名老师啊 据说是上课的时候关黑板时忘记拔掉U盘了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断头台只是个梗啊 直到我拿到实物以后才确认它是真实存在的 其实这里的大部分责任还是要回厂商设计不合理导致的 估计电子黑板在设计的时候厂商只管挖洞实现功能 不管后续插进去以后的舒适度如何 以及安全性有没有保障 人体工程学以及使用习惯 还是希望厂商在以后设计时多加考虑 因为这个盘的资料并没有备份 所以只能依靠资料恢复了 U头这一边已经连根拔起了 接口这一边的主板也是场不忍睹 直接撬掉了一大块 像这种情况 如果主板上的功能是好的 直接补一个U头应该就可以读取了 假设主板坏了 闪存没有坏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通过拆闪存去恢复的 这一个盘还是先从简单的开始入手吧 把这一个外壳给它拿掉 看了一下 这边四个焊盘全部都掉光了 不过这里还留了两个命根子在 这两个是它的数据线 数据线没有断了 假设它的主控是好的 我们可以通过飞线的方式 把里面的资料给它读取出来 给我一点时间 我现在把这两根线给它打磨一下 花了一点时间 我已经把这四根线全部给它缝合进来了 现在我们来给它通个电看一下 电流可以跑上来啊 这一个电流主控应该工作了 OK 上机直接轻松减漏 有的网友可能会说 就这样简单补一下线 就收人家好几板 会不会太黑了 在这里我想说 能减漏的毕竟是少数 这些迟早的要还到其他料板身上的 有这样想法的网友 还是建议看一下我之前的翻车现场 都是这样拆东墙补西墙的 接着我们来看另一个盘 这是一个因为清灰导致损坏的硬盘啊 这边写了一大段 有想看的网友可以自行暂停看一下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 在外面清完灰以后 这一个硬盘就不识别了 最终的重点还是在这里啊 恢复西盘桌面的毕业论文 我看这个故障描述才更像论文 按照以往清灰导致损坏的案例来看 一般就是清理的时候用力过猛 导致某些元件掉件的情况比较多 也有少部分是把电源芯片给划破的 不过我看今天这个电源芯片是油光水亮的 应该不关他的事啊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上电看一下吧 硬盘的上电电流是有跳变的 这个电源芯片应该是工作了 并且这一边也有正常的电压产生啊 所以电源芯片我们暂时先放过它 继续来检查一下这一块主板 这边我又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几十分钟 终于在这一个螺丝口附近发现了异常 这里有一个元件已经连根拔起了 并且焊盘都没有了 正常这样看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上家那边该不会是拿钢丝球去清灰的吧 目前我只看到这一个地方有异常 那它掉的到底是电容还是电阻呢 我们可以通过已知的方式去证明一下 已知这个盘上电电流是有反应的 并且会有跳动 并且在清灰之前它是正常使用的 又因为如果之前这里贴的是一个滤波电容 那它丢失以后 一般是不会影响这一个盘的正常识别的 最多就在满载读写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降速或者是掉盘的情况 之前大家看我修短路硬盘的时候 颗粒旁边的这些短路的电容 我都是直接扣掉的 如果是主控旁边的这些信号偶合电容 那肯定是不能这么拆的 因此得出这里丢失的这一个元件 大概率是一个功能性相关的电阻啊 那如何证明呢 非常简单啊 搞一下就知道了嘛 因为今天我手上确实没有这一个盘的料板 所以就只能做瞎推理了 有料板的话 我肯定是直接去翻参考答案了 电阻好说 我们直接一坨锡给它连上去 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肯定是直接轻松滤掉了 发财小店主 硬盘这边我已经给它读完了 因为之前这里损伤面积实在是太大了 上面的焊盘整块皮都没有了 第一次手术并没有成功 后面又连续做了两三次的挖孔微创手术 才算勉强完成 同时为了防止它旧病复发 我已经用绿油把它全部封堵起来了 下一次轻灰的时候就不用再担心了 本阶预復看看 4